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豆豆小师弟 今天玩的这个地图叫做 载具对战 看来今天 我跟大黄蜂不是队友了 而是敌人 然后咱们放出来的第一个载具 是一架直升飞机哦 大黄蜂也放出他的战车来了 咱们飞到这天上轰炸他 不过这直升飞机有点难控制啊 哎呀难搞难搞 调整个方向都很难啊 飞机头已经有点朝向他了 要不咱们先来发个导弹吧 哎呀嘛 这是自杀式的直升飞机吗 直接把自己给干掉了 那好 现在咱们重新放出这第二个来 哦 这是一辆啥呢 这是一辆两轮拖拉机吗 一点都不像战车啊 而且这方向好像有点难控制啊 转弯是比较吃力的 不过他也是可以发射炮弹的 啊 大黄蜂坐上飞机飞走了 看来这哥们也想飞在天上炮轰我呀 咱们来调整一下角度 看看他飞到哪里了 哦 发现他了 不过这哥们也不会操作啊 离咱们越来越远了 估计是回不来了 现在大黄蜂重新回到了战场 他放出了一辆 这小不丁肯定干不过我这一辆巨无霸夹车了 哎呀哎呀 这夹的速度有点慢啊 而且身体一巨大 这机动性能就下降了 好嘞 这下子瞄准他了 冲过去夹住他 哎呀嘛 这小不丁点身手还挺敏捷的 很难抓到他耶 哎呦 冲过来打我一炮 没打中就跑了 来来来 有本事你就再冲过来 这一次我要是夹不住你 我就使出杀手锏了 哈哈哈哈 这下子直接爆掉了吧 这就是我的杀手锏 大众锤 不过怎么感觉有点两败俱伤啊 我这大众锤的锤头也被爆掉了 这剩下一根活动杆在转来转去而已了 那看来咱们只能丢弃他了 跳下车来 重新换上一辆 希望来个硬货 更厉害一点的哦 哎哎 质量好像也很大 不过座位安排的不合理 只能看到自己的身体 不能看到外面的情况啊 这这就尴尬了 那看来咱们只能在翅边偷瞄一下 看一下大黄蜂的方位在哪里 哦 发现狄青 他好像开的是跟我一模一样的 我来调整一下 然后发射导弹 我来个去 他已经调整好炮筒了 哎呀妈 这家伙可以啊 直接被他爆掉了 不怕不怕 咱们再重新放出一辆新的战匙来 哇塞哇塞 这一辆的个头也不少哦 好像是一辆导弹车哦 这车上到处都是炮筒 咱们直接朝着大黄蜂发射吧 哈哈 这一辆也太解压了吧 一次性能发射出这么多的火箭弹 我估计大黄蜂这一次又要凉凉了 而且他的战匙 应该会在这炮火连天中被消灭掉的 果然哦 他的战匙已经被爆掉了 咱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战匙 还有其他的功能吗 我来个去 又是什么情况啊 一个误操作 按了一个按钮 就把自己的车子给毁了 那好吧 也是没办法了 咱们就再重新放出一辆新的来 哎 这辆好像个头比较小一点了 而且上面只有一个炮筒 哦 这发射出来的不是火箭弹 好像是脉冲剑而已哦 这 这也是尴尬啊 这些脉冲剑 好像给他的导弹车 是在挠痒痒而已 打掉了他吃头的一些方块 但是还是打不中他的人啊 糟糕糟糕 他朝咱们攻过来了 估计马上就要发射导弹了 好吧好吧 直接瞬间就被秒掉了 现在 咱们不要那么快把机械放出来 咱们要瞄准他以后 再把机械放出来 好嘞 趁现在 就在正前方 直接发射导弹 嘿嘿嘿 虽然甚至不武 但是这方法确实好用啊 哎哟 这家伙挺迅速的 这么快又放出一辆来了 啊 那咱们得想个办法 这赤子要调整方向还挺难的哦 哦 有了 咱们直接跳下车 然后拿上扳手 过去把它给敲掉 哈哈哈哈 敲掉以后 再对准它 重新放出一辆出来 这一辆跟它那一辆 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就看谁能先发套了 嘿嘿嘿 不好意思哦 我又先下手为强了 哎呀 一不小心 推到这下面被卡住了 那没办法了 只能出来 再重新放出一辆了 这一次我放出来的 还是这一辆夹车 用起来比较爽啊 这大黄蜂 怎么老是用这同一辆啊 咱们给它一锤 哈哈哈哈 这威力果然够猛啊 直接把它的套筒给敲掉了 最后 我跟大黄蜂 两个人都用上了这辆铁锤车 嘿嘿 我们两个人 准备来一场终极对决 哇塞哇塞 这互相伤害的程度还挺高的呀 这铁锤有点猛啊 一下子 还能把自己蹦跋到很远的地方去 这是第一回合 接下来是第二回合 直接砸它 哎呀 没有砸爆它 只是稍微压到了它一下而已 好吧好吧 这是第二回合 它已经翻吃了哦 接下来是第三回合 也是直接锤它 哇塞哇塞 有点猛啊 两个铁锤都碰到一起了 哎哎哎 怎么回事 这家伙的铁锤头 已经被我全部干完了 哈哈哈哈 那这场铁锤吃大战 就算是我胜利咯